第二个就是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wake up call 或者说这是中国的某种珍珠港时刻 就是一个surprising attack 就是说之前我认为就是说 以这次事件包括拜登在这次事件当中的表态 作为一个依据 声音不一定很响 但非常的刺耳的一个wake up call 就是说你别指望什么换一个人当美国总统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和政策 就会发生重大转变情 彻彻底底从这个梦当中醒来